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星期二 《毓文匯客室》 約定俗成 歐陽偉豪 大家好 《毓文匯客室》 今集的嘉賓是歐陽偉豪博士 即是Ben Sir 由張牙塔走到娛樂圈 今集,《毓文匯客室》 《口水佬對口水佬》 大家想想,會否有火花 記得收看《毓文匯客室》 約定俗成,歐陽偉豪 看來你好像在看電視節目 《毓文匯客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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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我也擔心 遲些去英國工作,沒得看 那倒不會 這個直播和重溫環球 全地球都可以看 那就很好 不過有件事千萬不要忘記 想賣Radio.hk節目月費收費表 到交月費 現在已經是月尾了 你交了月費沒有? 未交的話 就請到 myradio.hk節目月費收費表 挑選你想支持的節目 預先感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節目月費計劃 你也請收接 你上次路數是太大隻 那隻剛剛沒有 我用禍乾燥煙燻無 我肉又香又脆 知不知道 如果被牠影響到胎,大吉利士 門口狗,頭疼疼,像甚麼樣子 你要告就儘管告 我報應也未害怕,我怕你報警 是生命來的 馬拉雞對你這麼好 你不可以這樣背叛牠 那些阿黃經常到處咬人 你們不可以有狗性,沒人性才行 阿黃,救我 阿黃,你哪有狗狗,這麼英俊 給你吧 你別是否都熟悉 一年三千多隻狗,你救得多少 你們少捉,我們就少捉 先找個數目 之前手術費一平,住了14天 我當你五夠水一天,成為七千 你知不知道找個獸醫出診,是天價 是售得貴 你們千萬別洋出去 讓人知道我在外面幫你們醫狗 否則又是給些道德有差 又說地方沒有消毒,燈光不夠 你明白吧 我呢,想領養這隻 我這隻是純天形狗糧 是沒有人工防腐劑 還用新鮮的純毒做的 馬上咬到全家 要養就不要打 要打也不要那麼大力 大力也不要棄養 棄養也不要人道毀滅 人道毀滅也不要那麼不人道 我們都有打的,無合 我們是不會不明不達地給你一隻狗 今天又回到達人在線的節目 今天我旁邊有兩位美女 一個是科技王后,Katy小姐 Hello,Hello,Hello,大家好 另外一位美女,就是Dudu小姐 Hello 好了,開頭之後呢,我都要說一下 為何今天,陳達人和仁哥安蔡尼去哪裏 其實大家都知道 無合一,10月11號上話以來 仁哥和采尼唱唱的借票 在UA院線裏面,元朗有,黃國有 九龍灣也有 九龍灣也有 他們每一場,一到完之後就去借票 就告訴別人聽 將無合的精神告訴別人 就是我們要幫寵物救他們 我們香港還有一些前線機構和義工 就出錢出來去救他們,幫他們 但是老實說一件事 我不告訴你們,你們哪裏會知道 你們沒人知道的 要留狼狗就留狼狗 有病就給他打針打死他 大哥,那些都是寵物 以前都是有主人 只不過因為某種原因 就令到那個 那些 不養他 不叫做什麼 可能圍棄了 圍棄了 圍棄了街頭 有時候兩個情侶這樣 好的時候就買隻回來養一下 接著擦檔了 不要了,就丟下了,沒有養 其實真的很可憐 沒錯 等於人一樣 所以我們這套無合這套戲 就將來介紹給大家聽 你們那些寵物 你遺棄了,它都有生命的 我們希望就是 尊重 尊重 尊重它 尊重它 就領養一隻 就救一隻 就不要去購買了 如果你真的要養 就這樣 對 因為你不停地去購買 他們可能不同 有些不好的 不停地去犯 去迎合你們的顧客 其實真的 我想問 其實Dodo好像你看過 是啊,我看過 是啊 我準備買飛入場看 多謝你支持 很好的 我覺得很寫實 很真實 很貼地 很感人 真的 最後看到最後的時候 真是兩行眼淚 OK 我準備看 是嗎 我叫一些親朋戚友 是啊 真的值得一看 真的值得一看 因為我們真是不知道 原來 我們在身邊那些 只知道 寵物狗啊 沒有理到街邊那些 原來受傷 好可憐 真的很可憐 很可憐 其實狗 跟我們人都一樣 其實狗 又有些富貴狗 有些名種狗 是啊 我想問問一下你們 人都有大有錢人 還有窮的人 其實我們在這個看下去 應該是眾生平等的 為什麼有些人可以住名樓 住就是很有錢 好一個屋 吃得飽飽肥肥 因為人們會奮鬥 好 等一下下半部 我就會講一下大家的奮鬥史 因為我們都不是說 一出來就會 風衣粥食 順風順水 是啊 是啊 我也很人 經常這樣打上去 大股度有高有低 我們下半集才講那些奮鬥史 頭這一半集 我們就講一些其他吹水的東西 你知道他們講什麼就講什麼 Doodoo 你先講 我啊 這陣子真的很失禮 我失業 其實經過手很痛 失業 我已經做了很多年 做銷子 你知道跑腿 跑到 走身骨痛 真的很累 高鞋到處走 現在會覺得 身體真的很緊要 健康 對自己 每一個人很緊要 比任何你賺錢 還要重要很多 我開始懂得 攤慢一點 我說話本身很快很快很快 我現在把節奏拖慢一點 做人比較滋陰一點 平衡一點 不要每一個人都這麼緊張 做事要盡力 這裏一定要 但有時候要休息 要放鬆一下自己 你說是不是 我這件事我真的要學 我也記得在學習 但你在做那一刻 你是想不到這麼多 這是我成員的 因為我知道你也是一個 很厲害的職業女性 很有領導才能 就是盡個本分 我們也想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都說 有時候我們下班 應該要做什麼 是不是真的要吃喝玩樂 其實不是的 有時候可以真的去幫客人 都真的很開心 那我想問一問你們 先說Dudu姐 那你出來做事 你到現在 到現在就沒有做事 我想問你一件事 第一份工作你做什麼 第一份工作 我去做Promotor 就是推廣員 推廣員 在什麼做法 在超市做Promotor 就是推廣自己的產品 去單對單 面對客人 無論是男女 都有的 很高智慧 不用 那時候就不用 總之 樣子不醜 那時候應該可以的 我想問你一件事 你會不會協償 其實你的美女 現在做Promotor 有些顏色的麻辣佬 是不是 要講得這樣 大家都會清楚 烏索佬 就跟你問一下這件事 其實是想吃豆腐的 那你對這些人 你會怎樣 這件事 我想如果是我們那些 可能天生 可能接觸了很多人 雖然年輕 看到有這樣的目的 我們仍然會推廣 因為是客人 是客人 一定要給他這個服務 可能盡量跟他講 產品的東西 對一些產品的前些 叫做難一難去 通常 你都應該會 支難而退 很多時候 將產品 或者那些東西 只跟他說話 他就覺得沒有人 沒有人 可能他自己會退後 那又可以 繼續推廣其他東西 就是分散一下注意力 如果你說動手動腳 那你當然是用回 沒理由動手動腳 你又不要說 我告訴你 如果我遇上這些人 我可以告訴你 我會笑著對著他 我會令到他 買了個產品 笑著一定要笑著對著他 笑著 我要令到他 本來他不是買的 他想追求你 或者想說 芝麻便宜的 我有辦法令到他 會幫我買了些東西 包著走 你知不知這個便宜 便宜就是跟我買的 就是最便宜的 那你要令到他 那要回頭 賣東西 你要有辦法 說回賣東西 如果他說 你那個產品 我不管你什麼 賣個鍋 賣個鍋 那我 如果給了我 他想來吃我豆腐 我就會令到他 會買 就怎樣呢 用你的辦法令到他買 先生 你什麼什麼 你家裡有沒有煮飯的 他一定不會說 是煮飯我老婆煮的 他不會說這句 因為如果說這句 他又用不靠你 家裡都有老婆 那一定會說 沒有啊 我都是自己一個人 那你對了 如果你真是自己一個人煮的 你一定要嘗嘗我的Pan 或者我的煲 這套東西 第二個人 我就說 你都知道 大家看到的多少錢 不要說什麼 小小的 九折或者九五折 我給你一個折頭 是我自己的私人 因為見到你 都是 雖然英明啊 威武啊 但是 你沒有一個好的工具 去令到你自己 去煮到你的好東西 是不是 我又這樣看 是嗎 銷售東西呢 其實很著名 不只是讚對方 就行的 不只是讚的 有些情況 是將要跟他 不要說不是對話 不要爭那樣東西 但是有樣東西就是說 大家研究一下 可能他會覺得你的觀點 對的 每個人都不肯跟我講 這個實情的東西 你會這樣說 可能我會被你吸引 除了當然我去買我的產品 當然 是啊 除了 其實我們做銷售 最終的目的 都是要賣出我原貨品 我賣出的東西 都是優質貨品 好像我上這個節目 都是 其實 可能我 我來講 我們分享一下 因為我 可能在這方面 沒有優勢一點 因為我們的產品是科技 高科技產品 所以剛才高Sir說 動手動腳 其實不是客人動我們 通常是我們動客人 不過是動手 不是動腳 因為我們不是智能鎖 我們是用一隻手指去開門 所以我們經常會動手 用一隻手指 抓住我們那個是比指毛更加高的安全 叫做手指靜脈 手指靜脈 那你是不是要動手 我經常都會抓住客人 你試試 所以動手 不是客人 是我們 那你 我又想問你 如果你說做智能鎖 那這間公司是你 成立它回來做的 是 我想問你一件事 那你又這麼美女 你又一個女孩子 為什麼你不做美容產品 你不去做這個 這個時裝 都是適合你做的 那你無緣無故做一個掃 掃是開掃 是開掃腦 我們在市場 在方街上 開掃腦 那些男人的工作 那你無緣無故做什麼 其實是可以這樣說的 其實我們是做一個科技的研發 不過我們研發了一些很美的掃 這些產品 就交給類似Dudu這些 這麼厲害的商事去買的 那其實我覺得 機緣口合 其實我覺得女孩子去做科技 其實是很酷的 就是會很特別的 真的是很特別的 因為化妝包很多人 都是女士 還有最主要就是 我都回到一個個案 就是我小時候 我媽媽就買了一個 就是這些 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說別人的名字 可以不可以的 你說什麼都可以的 念Muffet 12萬一個保險櫃 真的 12萬一個保險櫃 很貴 很貴 然後他經常 因為那時候 爸爸經常都會有球 因為他大學教授 經常會有些球 然後他經常就是 那時候是用紙毛的 經常見到他穿得很漂亮 要參加那些球 但是 總是開不著那個保險櫃 他就很想很敏 其實個人化得很漂亮 化妝髮很漂亮 然後經常很敏 哎呀我真的很想拿把刀砍掉 但是他明知道砍不爛 通常就是因為這樣去遲到 然後爸爸本身是很開心的 兩個人要出門去參加一些燕媒 然後因為這樣就吵架 那時候我小時候 但是如果我發明到一件事 一樣是很方便的 用手指 而不會開不到 多好呢 其實我從小時候 就會這樣想 正如像我現在的兒子 一塞車 明天我會發明一件事 一按 一塞車一按 車便會飛過去 其實真的是這樣的 小孩子那時候 會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真的大了都很幸運 真的去做到這件事 所以我們剛才在說 我們經常買東西 我們說回剛才買東西 就是你們可能要 譬如你買化妝品 好嗎 你是不能馬上去試的 有很多東西 你說面膜 難道你叫客人在那裡 鋪20分鐘 你跟他鋪面膜 可以嗎 但是我們那些 比較幸運 那些科技 真是怎樣特別 就是這件事 我們會放一個指毛的塵板 我們放一個指證物的塵板 即是鎖 我們是 手會有些水的 我們指毛那裡 是無法刮的 但是我們的塵板 你說這件事 我記得一件事 真的是捉住他們的手 還用一杯水 滴住啊 不要刮 一刮就虛倒 很神奇 所以就迷到東西了 是很好迷的 所以我們經常是 我們動手動腳 我們好像 要過關吸那個 馬來西亞 我們有時候吸進去不行 他們就會找些東西 然後再壓下去 再壓下去 才能過關 日後 好了 希望我們越做越大的時候 發展得大的時候 過關都可以用我們的技術 這個將會 我告訴你 這個潮流沒辦法的了 一定會用回來了 世界在轉 什麼都越來越好 越新 你們公司 剛才我也上他們公司 去談其他樣的事情 突然間見到 我說Katy在這裏有空 反正我做節目都是只有一個人 和Doodoo兩個而已 過過來一起聊聊 我們聊聊 最後我們的節目 不一定要講鬼神的 講什麼都可以 估科技都可以 所以你們的觀眾看我們 就是每天都猜不到我們會講什麼的 好了 一樣東西就是看門鎖 老實說我夾慢 用手指揍一揍它 我就開了 那我第二隻手指揍它 如果你是沒有註冊的 你們是看不到的 為什麼呢 原來Katy告訴我 他們用那個靜脈 手指靜脈 靜脈 我看到裡面有些筋 很多我們說血管的筋 那些筋原來幾十億還是幾個一人 都是摸一條筒的 基本上譬如Twins 雙胞胎都不一樣 都不一樣 放到那個機器那裏 它就會將你那個裡面的血管 來辨認你究竟是不是這個使用者 使用者的本人 其實這件事很好 還有一個就是 譬如指紋我們去複製 大家都知道兩百元去買到複製 但其實這個指證物是不行的 就不行沒有複製 這就適合我這些大猛城 我不知道這陣子 剛才我出門的時候 我才是鎖匙 忘記戴 真的猛到胸口 可以這樣說 你真是很鎖匙 對 我說為什麼這麼大猛 其實這件事又關乎工作壓力大 其實香港人很高 其實香港人很高 如果真的 不如我轉換鎖 是不是門鎖都可以裝 門鎖都可以 可以 那不適合你大猛城 現在開始都很流行 陸續都會 我們剛才跟高sir聊天 他說動物那些 說動物那些 說動物那些 最主要是 想幫動物 我們都經常在那裡說笑 我剛才跟他說笑 人家經常說 那隻狗懂得自己開門 走出去 我說突然你用了鎖 那隻狗開不了 真的開不了 因為門鎖 牠們有一條瓶 可以按一條瓶 一按下去就開得到 那些大的狼狗 那些狼狗 那些大狗一瓶 看到你這樣開門 牠就這樣 是呀 學到的 因為狗學東西很快 真的很快 貓就不會這樣學的 還有豬就沒有這麼聰明 豬和大狗會的 那現在牠們的門鎖看 就有粒滴的 牠們要開的時候 就要按粒滴的 那我就問了 那如果你們有沒有研發到 你說靜脈 動脈 那些狗 貓有狗爪的 如果牠給個安樂魔給牠 讓牠自由出入 我們可不可以把那隻貓爪 牠們會認識的 那牠可以自由出入 牠的世界 應該說 其實牠的原理一樣 其實動物都是生命 其實牠都有靜脈 其實原則上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不過就是說 看看你 看看會不會是用這個方式 那會不會限制了多少個 我們鑰匙就任賠 沒錯 那現在指紋 你就溫白溫 跟自己 那是不是要 譬如我 一家人我五口 一家五口就五口 這個沒問題 其實我們用到會員系統 其實這五十萬個都可以的 即是變成公司所 都是這樣 我們回家打卡 但家裡不需要那麼多 大概二十三十塊 嗯嗯 你以為很多公司 我們就掃卡 我們掃卡 其實道理也是 下次我們 我叫一些工程師 就研發一下一個動物的子房 是啊 又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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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 因為有些人 我記得住村屋 或者住一些大一些的家 牠們都給寵物是很自由度的 但是就不是叫牠 有些地方當然不可以進去 在牠的世界裡 牠喜歡從這裏去那裏 那牠就拿隻貓爪 舊爪 教一教就懂 等著牠就會去自己的 起碼去自己的 或者自己的 我自己出入 趴我牠主任 我現在要出去走走走 是吧 是吧 挺過癮的 是呀 其實現在的孤科家 我們初時以為是幻想 但是現在變成是真的 不是的 真的很厲害 好像我們走過中國銀行 那中國銀行 現在就有很多桂圓機 旁邊都有一個子毛機 那個是這樣的子毛機 還是那些 它的用途是怎樣的 其實 舊鎮是子毛的 但是去年 香港有幾十台機 就換了做子證物 哦 子證物 就是我現在做的 這個波技 其實為什麼 因為資產 就是需要一個安全 還有我們有時候人 我們經常以為自己很聰明 你為了安全性 包括我們銀行卡 或者是我們網上銀行卡 其實現在都是用Password 是吧 那Password 換一下換一下 自己真的猛了 是呀 我不是就那些人 我經常都不記得 所以我真的很慘 這些技術 我自己寄成 我真的頭都大了 所以以後不用了 所以我真的大龍城 這個真的很好 我以後要找我試一下 有一紙安全行天下 以後你戴著手指 紙證物出門可以 什麼都可以 你接孩子 我們接孩子 有自己接孩子 不需要帶一張卡 跟著分光 不需要打卡 回家不用去鎖匙 車門 所以我們真的 車都好像說 其實車都可以 車都可以 車都可以 真的很廣泛 真是 對大龍城 我們有時候經常上網 哎呀死了 我進了這個科目 那Password 又不記得了 不記得的 我自己設定了 他們經常告訴我 喂 我有股票戶口 跟著他們說 你很久 你半年都沒有換了 你真的要換 一定要換才讓我鎖匙 那好吧我換 這樣 不用得上次那個 用誰 換了兩個星期 我自己不記得了 鎖匙不了 總之都是要去到中環 特意上一趟去 拿著真粉症 我忘記了 如果有你的科技 解決了壓力 其實我告訴你 解決了壓力 有小樣的壓力 你說過Password 我亦都問你 小樣壓力 很多人就用了自己的身份證號碼 出生日期 電話號碼 很容易猜的 真的 但是我為什麼會忘記帶鎖匙呢 其實都是一個壓力 真的壓力 其實我剛才去到你的公司 去看過 看過 那裏面有些門鎖 還有一些鎖匙 鎖匙 鎖匙都是 本來要輸入密碼 又用鎖匙開 那我一陣子進去裏面 我試 全部都是用手指 就可以開到 是的 其實原則上是可以的 還有呢 其實我們在這裏說 遲些講分應用之後 其實我們都想 是用一些老人家 可能我們會給政府的 有時候會在街上 警察叔叔見到 婆婆 伯伯坐在路邊 糟糕 我都不知道家裏在哪裏 有沒有對身份證 然後你問他婆婆 他陳婆婆 兒子電話又不記得 是很慘的 有時候經過很複雜的 才能找到 原來這個是壽無憑 是誰 所以以後 其實我們都有 自己有一個 有一個想法 就是可能會用一個 慈善的方式 幫政府研究一個 譬如是 復老人家 你不要管 你叫什麼名字都好 你的手指一刷下去 因為他一定是 本人 因為子毛 為什麼做不到呢 子毛就是 基本上75歲以上 老人家 都很難用 很難用 手指紋 因為那些紋 可能日後 警察叔叔 拿著舊東西 欸婆婆 你刀刀手指 原來這個婆婆 兒子是誰 女兒是誰 住在哪裏 即時打電話 叫兒子女兒 找他回家 我們其實是真的這樣 做不到 做得到 做得到 我們可能大約 看著這個方向 幫助那些人 幫助那些人 其實呢 我覺得這件事 做生意一定要賺錢 但賺錢之餘 我都要回贈美國社會 現在剛才你說的那個科技 我覺得 會幫到很多人 因為很多人都問過我 大家都知道 我在法科那裏 都少少名 很多人就問我 我走失了那些狗 或者走失了那些人 或者那些公公婆婆 那些那些 可不可以問問施工 可不可以問他去哪裏呢 那我就告訴你 狗我就不會和你問了 人我就和你問 在哪個方向就可以 那如果你研發了 你那些 用一隻手指 可以登記了你自己所有的東西 那如果 那些老人家 我們和他登記了之外 真的 盜失爐呢 不用了盜失爐 他找到一個老人家 不知道什麼 不要緊 就拿那個機 找手一下 那就全部 他的兒子是誰 電話多少 家裡住哪裡 全部都知道 因為有時候 他已經不知道 家裡住在哪裡 你還要期望他記得 現在兒子女兒的手指定 是很難的 真的很難的 那現在你做的都是 所以我們 但是科技是要研發 研發需要時間 所以我們現在首先 就是小朋友 我們說回社會安全 都是很重要的 那我們現在首先 就是用在小嬰兒 因為現在大概香港 大陸都是 你譬如去接小朋友 都是用一張卡 對 銀紙的卡 有時候可能高人姐姐 或者是誰 婆婆媽媽 或者是媽媽 他接的時候 太趕了 真的太趕了 跌了一張卡 是雞 真的很慘 後果真是 你隨便一個人 收到這張卡 真的有幼稚園 把小朋友帶走 真的不需要任何解釋 因為這張卡是真的 是真的 那人家認卡不認人 學校是認卡不認人 所以我們 所以我們現在 首先是小朋友 因為小朋友 是很需要 保護的對象 那我們現在 就會研發一些 在幼稚園接小朋友 試試 我們只是 你當然是家長 去找他 有六隻手指 即是這六個人 去接小朋友 下次去到幼稚園 你就放一隻手指 原來我這隻手指 去接哪一個小朋友 那就不會有些犯罪的東西 我又想問 其實 現在你說這些 會不會很貴 是會不會很貴 是會不會很貴 我留我自己 我們這些 你又又研發出來 大家研發了幾十萬 很貴的 只能知道這麼貴 只能知道 就不能做 所以我們這樣說 我們蝕底一點 因為我們首先 普及了 再賺錢 其實我們是這樣 如果你說蝕底一點 是用人多的那個 幫助人 人多用那個弱的系統 那你的成本就低了 如果只有十個人用 那些成本就高了 是可以的 大家都消費到的 消費到 那真的幫了很多人 起碼幫到 會啊 好像剛才你說的 小朋友做完之後 我們就會研發老人家 那真是 真是會 好像現在你研發了些東西出來 你說那些門鎖 家裡大門 那我們就找了手指就行 那我也想買 不過我不知道有這麼多錢 那就起步價 你說笑什麼 老Sir 說起步價 不是 跟節目所一樣的價錢 幾千元 幾千元 三千又幾千 十千又幾千 其實我們說產品 其實有不同的功能 有不同的價錢 那我們現在就很簡單 說一個蘋果手機 是呀 16GB和128GB的價錢 已經不一樣 是呀 所以如果你是看鎖的功能 比如說我又要遙控 又要有APP 遠程去控制 隨時看到家人回來 出門 其實挺好的 都可以看到 有時候這樣 比如說老人家 說我下街買個芝士油 誰知道這麼久都沒有回來 其實做兒子 其實看到媽媽下了這麼久 其實都好 對家人一個實視的 你知道那個 或者小朋友 本身可能你四點 放了學 應該四點半回到家 那如果他把手指揍 回來家 那你爸爸媽媽的 其實那個APP 手機已經看到兒子回來 為什麼過了一個小時 還沒回來呢 那你開始玩他 是不是要去哪個機店 那邊又玩 或者是有什麼意外 其實是好的 其實我覺得是好的 其實這個就是因人而異的 如果你覺得我需要 那就選哪一個 就像我這樣 我的兒子都大了 不用了 最簡單 你給我一個鎖 找我放你手指去 那我就回家 那你可以有三十人 那我啦 我的兒子 我的兒子 我的孫子 總之你回家 那我就 普通那些功能 三千多元 三千多元 所以如果這些 普及了 其實幫到很多人 沒錯 最重要 我經常都是 要簡單 我經常都要普及 又要人家負擔得起 不要做一些 去無飄渺的東西 真是幫到大家 這樣才好 那如果你要叫我 想要功能多些 那你就可能 五千多元 是 就是要求 要多些 那如果 即是一件事 現在我們香港的地價 應該是二萬幾元一呎 最大度 很貴啊 我問你 如果二萬幾元一呎 我的門鎖 是五千元左右 有這麼多樣東西 我都覺得是值得的 因為人家研發 花很多用腦 那些錢 那我不是賣廣告的 賣廣告 我就告訴你 不是這樣賣的 你明明啊 對呀 我就會說出來 什麼請幫襯 什麼公司 我現在沒有人叫你幫襯 不過是告訴你 有這樣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生活當中 其實在講香港人 為什麼這麼 好像剛才Dodo說 哎呀又不記得了 老婆 是啊 其實是因為 香港人太緊張 那些生活很緊張 賺吃的 壓力很大 你知不知道 幾次了 地鐵一彎 真的瘋了 那些人 真的嗎 你看電視我 真的好 其實我們做得香港人 都幾慘 那沒這麼說 不是啊 為什麼是慘呢 打工那些就真的很辛苦 因為他們返到遲到 又要扣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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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都是好的 研發了多些 幫多些人 我覺得幫 真的幫人 尤其是我最喜歡你幫 幫些老人家 還有幫些 小狗 有時候我們看電視劇 我都不見到 老人家坐在路邊 家裡又不知 哪兒要打給兒子 又不知去哪兒 真的 就算有些路 即是經過的人 想幫他 你說不到你家在哪兒 兒子在哪兒 什麼電話 他都幫不到 所以我其實都有個妄想 是很想 做這件事 以後呢 婆婆 公公 坐在路邊 不知道家裡在哪兒 可以了 不用了 我們有個設備 只要放手指下去 就行了 知道應該送你 回到哪兒的家 所以我們是很想 真是很想 你放心 我高Sir在這個講的 我會全力支持他的公司 去做好一些 我們叫做慈善的 慈善 和一些幫到人的東西 我可以告訴你 做任何事都好 除了賺錢 你都還要令到人家舒服 我們現在老人家的 我們就去幫他 有錢的就當然賺 難道你那個豪宅幾千萬元 難道我會告訴你 二千元賣把手指給你 你想也不要想 好了 上集的時間夠夠 我們稍後再回來 再和各位再談 不要走啊